8.2 熊貓 8.2 熊貓 1.2 熊貓 我也要確保這邊良倉的安全 所以積極的在建設 防禦設施有沒有 欸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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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把這個放在 弩砲塔放在這裡 喔呦 有夠遠 這樣應該很安全了吧 這個我不想蓋這麼高了 就蓋這樣就好了 放一些箭塔在這 蓋比較快一點 我的防禦設施蓋得差不多了 啾啾啾啾啾這裡都有了 那我現在想要衝2000人 現在什麼 床位有1549個 唉唷 衝到2000好像也可以喔 衝衝衝 海洋之都的空間也發展得差不多了欸 幾乎都蓋滿了欸 原本這都是在海上的 結果就硬是被秋風全部填滿了 這一格也蓋好了 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欸 雖然可能蓋下去之後 這戶人家就不淋水了 不過也沒關係啦 在海上竟然沒有淋水 這也是很特別的體驗啊 秋風我明確的感受到那個 寸土寸黃金喔 沒有地方蓋了欸 我現在 我不能再這麼 浪費土地了 寸土寸黃金了 要 要怎麼辦 把一些地回收嗎 欸 等一下 巨魔你怎麼在這裡 你怎麼在這邊搞笑啊 你在這邊幹嘛 回不去是不是 沒人載你 欸 喂 金人 你來了 喂 金人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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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柿子挑軟的吃果然是欸 他馬上就來破壞我這裡 看來下一步積極要防護的 就是這一塊地了 我應該把這一塊地全部都圈進我的防禦範圍內 不然你每一次就來亂打 每一次就來亂打 這樣怎麼行 每一次我就在這邊重建這些東西 搞得我十分不開心 我下一次就 就來打死你們這些 手下來把這裡圍起來 好 下一階段 最後的一塊拼圖 我已經人擊退了 我這一次就只損失兩面十牆 兩面十牆分別在這裡 欸 三面啊 一面 兩面 三面 看來這邊的防護還是不夠周全 嗯 雖然他們沒有衝進來裡面 哇 這一次圍巾人已經不夠看了 不過 有這一次的教訓 我決定在這邊 反正我有五百個人閒著 在這邊再蓋一座高塔好不好 欸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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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起來 防禦 接著我要把這裡全部圍起來 雖然剛剛他沒有打我這裡 可是 是 落單的 落單的這裡 唯一沒有防護的這一塊 其實還是有啦 我除了這個角落沒防護之外 這一個角落也沒有防護啊 嗯 好 把他防護起來 全面防護 防護再升級 我現在又回來都更家裡面喔 把這個 移走 鐵礦 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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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移走 這個 不要了 這裡也是 能移的 多移出一點位置 試一點位置 積極開發 我覺得督根已經 督根得很嚴重了 我現在督到已經 有點想把這個 城牆打掉 讓這個 第一城區和第二城區 連成一片 留幾個紀念的門就好了 好像可以欸 這樣應該可以多出一點空間出來 就不會 這麼擁擠 你看每一個城牆都是一格欸 一格一格 就好多格了 就可以蓋好多房子了 那個城門留著 欸咻欸咻 拆掉拆掉拆掉 把這些都拆掉 哇哇 打通了打通了 這個 原本的 第一高塔要留著嗎 留作紀念 其他拆掉 其他拆掉 這個留作紀念 欸 城門都 該拆的都拆掉了 留下一個城門 這個也一個城門 上面還有一個 莫名其妙的建塔 不會有什麼作用的 然後一個塔樓 留著 其他都被拆掉了 多出來的空間 就 繼續的蓋 繼續的蓋房子 我現在很缺地啊 秋風最後的防禦設施 哇 這一個 最後的 呃 木材生產中心 也全部 圍起來了欸 之後 插插箭塔 應該就 圍金人 嘿嘿 應該就不敢來了吧 來了也 只是找死而已 嗨嗨嗨嗨嗨嗨嗨 城牆蓋好了 來插箭塔 嘿咻嘿咻嘿咻 插插 蓋高高 在這個城牆上 也放上一些 防疫設備 這應該很安全了吧 圍金人 應該不敢來了吧 我現在閒人有700人欸 怎麼會這麼多啊 你們怎麼這麼閒啊 有這麼多閒人 我就讓你們去 塔上住 閒人特別多 去住塔上好不好 圍金人又來囉 哇 我這一次積極的建設 這裡的防禦塔 應該可以擋下來吧 他們衝進來了 喔喔喔喔 這邊的防禦真的太薄弱了 這個 這個高塔應該 他們應該衝不倒吧 我做得很好欸 不過這邊確實少了一座塔 不然 不然不應該這麼容易就衝進來了 哇哇哇哇 獨入無人之境欸 欸欸欸欸 這我家欸 我家欸 這是我的第二莊園欸 你們就這樣 隨便來隨便去 這樣怎麼對得起我 我等一下把這邊的牆 都用高一點 欸欸 倒下去了 丁瑞啊丁瑞啊 欸 我已經能消失了 唉唷 好像還可以喔 好好好 我再讓 大家都住到 城牆上面喔 反正我閒人多嘛 閒人很多 恭喜 風之國 正在一個高貴的國家 欸我已經進步到兩千人了欸 沒有幾個 王國 能見出這麼強大的國度 你展現了你的統治力 陛下 兩千人了 我已經到達 一個高貴的 王國了 哇 人民和樂又安康 85% 趨向86% 欸 差1%不行 我要再努力一下 幸福度87% Perfect 我的人民 就是這樣 2013 2014 床位2014 看來 很快就可以住滿囉 期待你們 大家在這裡面 和樂又安康 接下來我應該要 積極的減少 減少 減少那個 呃 人口 什麼人口 那個 沒事做人口 積極的減少你們 不然 在這邊 閒著沒事做 感覺很無趣對不對 我就在這邊 多蓋一點 箭塔 箭塔 喂 讓你們 住在城牆上 然後 哇 這裡 這裡也要 這一個也高一點好了 感覺都 住在箭塔上面 沒事做就 住在上面 我接下來是不是要開發 新的城區啊 不然 不然好像 沒地方了欸 對不對 要開發新城了 可是這裡都 滿滿的啦 要怎麼開發新城 呃 把這裡圍起來好了 為了要開發新城 這裡圍起來 我把這個直接連到這裡 哇 連到外海去 哇 直接圍出來一片 有沒有 又有一塊新地了 把這一塊都圍出來 然後 之後在這邊發展 我的城邦 喔唷喔唷 人民 跨海而來欸 感覺 好神奇喔 好神奇喔 好威喔 十分的 強悍欸 這個應該算我 海上都市第三期了吧 第三期工程 第三期了 好強喔 而且我覺得 嘖 我的這個 雖然留給了它 一點水 可是 感覺土地好浪費喔 我即便沒有水 我的人民也很幸福啊 是不是 所以我應該要把這些 能補的補一補 讓它多住一點人 在這裡 所以要重新規劃一下 不然我的這裡 感覺 土地不夠不太夠了 欸 圍軍人又來了欸 圍軍人你來幹嘛 來逃打 喔倒了倒了倒了 喔又倒了又倒了 完美防禦圍圍軍人 欸我這裡的防禦還沒有還不夠強 不過可以的 欸欸欸欸欸欸 這裡的都倒了 喔喔喔 還來還來 還有人來 哇巨魔都還沒下船 就被射完了 有點爽欸